练习之后的话,就建议各位可以再想想看 工作上能不能再把它跟一约做衔接 如果可以的话,那表示说你真的 有学到这个比较自动化这些部分 而不是说永远都只能够 去想说有哪个函数 能够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它延伸性是相对的比较大 我刚刚有特别提到,因为函数真的很多地方是做不出来的 第二个是即便做得出来 也会是非常 只能做比较减低一点的工作 但如果你做的复杂度太高,函数也是做不出来 即便做得出来,那个公式也是太冗长 你根本最后也会放弃 所以通常后面还是会用到VBA几率是最大 因为它的延伸性相对比较大 而且弹性也比较大 不过还是要,就是要写点程式 不过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无法避免的 因为以后的办公室的应用 说真的,资料量只会越来越大 复杂度只会越来越高 所以如果你还在用以前的思维在处理资料的话 说真的,你会永远做不完 OK,所以其实要想各种方法 怎么样把一些最新的技术把它加进来 那你就很快的可以解决你工作上面的问题 就像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也不断在去买一些新的工具 为什么?因为那工具真的好用 但你不花钱也不行,你总要学习 那当然我机器买来的时候,我不是说我马上就什么都会 没有啊,我还要是要去了解 还要先去知道说这个东西怎么用会是最适合我 买来也不能不用,因为不用的话浪费钱 钱都花了,总不可能把它摆在那里好看 对不对,那真的是感觉会很浪费钱的一件事 所以就是要花时间 工具你都买了,然后剩下来就是花一点时间 怎么样可以改善你的工作效率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学习这个工具是真的就有一定的价值 否则你们还要花很多时间 还要来这边上课,其实白天上班已经很辛苦了 好,那这来的话我们就来看 如何把刚刚那个VBA部分改变 实际上也是一样 其实可以拿什么,拿范本来修改 会是最简便的,所以怎么改呢? 首先第一个,一样我们就切到V就可以 其实可以拿刚刚这一段 苗栗和宜兰总C好了 放哪里?特别注意,记得不要放错加 这个前后三名工资 按右键先插入一个模属 记得不是说白色的地方都可以写程式 你一定要写对地方写在自己家里面 你不要放错位置 然后这个名称的话也许我们就前后三名工资之和 然后你就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接下来的话我们一样逻辑,加总 所以第一个的话就是加总 范围对不对? 范围For I 等于2到10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要做的逻辑是什么呢? 判断它是不是大于第三名的 所以是不是大于第三名的话 所以这边的话就打一个range 意思就是说呢,帮我把F2里面的资料带过来 然后跟现在这个B栏里面的资料比对一下 如果那个里面是大于等于F2 或者,所以特别注意哦 在那个函数里面没有资源 可是B栏里面有,你把它Ctrl C 跟这边一样,把它贴上 怎么样?把它改成什么? 小于等于,这边改成什么? G2,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样子,再来就把B栏的公司累加 累加到上里面 最后把结果放到第二,OK了 所以基本上没改什么吧 结果也OK哦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范本还蛮好 万用的,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其实最好多准备一些万用的范本 以后的话,只要想到类似的 用到什么样的,就是那个程序差不多的 你就拿来稍微参考或者是拿来修改一下 其实可以改出很多花样 所以我云端上面放很多的那个 那个练习好的,那个写好的程式 那个都很好用哦 那主要是因为之前有很多的 你们的前几期的学长 他一直说,老师你这个太好用了 他就先抱歉 他就说,老师我没办法自己写 但是我会抄,我会改 你这个东西太好用了 因为他一直强调说 他都是用,刚开始都是用复制贴上修改 所以让我想,对,其实这个岛也不是什么坏事 没有人那么聪明,一下子就可以这么熟练 对不对 没有个一段时间 那可能看每个人知识不一样 不过前提就是说 你一定还是要慢慢进入到那个状态 不然的话你永远都不动手 我说真的,你也不可能有学会这个城市的一天 所以这当然我是觉得也是个门槛 对目前很多人来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门槛 可是我觉得有没有必要学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学习 你如果没有办法把城市写好的话 很多事情真的是会是很花时间的 很花力气的 那如果说你把这一扇窗打开的话 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世界果然是不一样的 你的思维就跟别人不一样 最后的话我们把它run一下 看看结果已经不一样 刚刚这个结果看到是206500 那如果用VBA来run的话 结果OK,把它再run 这个我们就不做按钮了 206500 所以一模一样 其实基本上城市 基本也没改什么 基本上最重要就改这个地方 Sales本来A栏 改成B栏 因为我们的资料在变成B栏 那把等于改成大 等于 然后那个储存格的资料 搬过来 OK 然后 不过其实这边当然有个地方是 可能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变成你要预先做 所以如果说 你说老师 可是问题我原来没有F2 没有G2怎么办 所以我后来在云端上又补充了一个 就是说要不就是把这两行先写在哪里 先写在开头的地方 也就是说如果刚开始这个东西没有 那我可以什么呢 我可以先丢两个公式 的结果到上面 有没有 假设我这个地方 原来上面没有这两个的话 那我可以先在这边 按F8 先在这边丢 在这边丢 有没有 那你想说老师 你这样有点怪怪的耶 为什么你直接丢公式 用Large跟什么 跟各位讲 因为VBA里面 没有Large跟Small 这么好用的函数 那可是我为了要得到这两个结果 那VBA里面没有这么好用 我如果用VBA写 我会变得写得非常的复杂 那我导步怎么样 用这个方法 先得到结果 那会省掉很多麻烦 OK 所以这边说 这个主要是省掉的 那你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用VBA来写 可以 但是 没有必要 反正这样最简单 写程式不是说 写越复杂越好 OK 就我的理解 花越少的力气越好 没有人那么无聊 每天在那边想程式 怎么写 那真的是太浪费时间 我觉得先把问题解决 是比较重要的 OK 那这样的话 一样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果跑出来 可是跑完之后的话 可能你要注意几个地方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又有东西 所以呢 如果当他这个结果丢出去之后的话 你可以再做两 再写两行 把这两个 复制到这边 然后把里面东西清空 有没有 就等于清空它嘛 OK 所以呢你会发现我跑 跑完它之后 再把它清空 这个又不见 有没有 如果不是看的话 还是看不出来 对 甚至你把这两行 如果你防F2跟G2 这边是比较明显 如果你怕被别人发现 你是这样做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到后面一点的储存格 那谁会知道 其实这个方法就等于是 比较巧妙的 结合Excel的函数 让它在VBA被使用 这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OK 所以很多人就在思考说 Excel里面也有函数 那VBA里面有函数 可是VBA的函数比较少 Excel的函数比较多 那我如果说我两边都要各取所需的话 那当然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丢公式就好 这个是一个好方法 另外有没有别的方法用 不过那个方法 会比较麻烦 会比较复杂 在哪里 在方法2 如何直接调用Excel 的那个Large跟 small函数 所以如果在VBA里 要两个方法 使用Excel的函数 一个是丢公式 另外一个是什么 用这个Application 点Walkthrough function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Application 指的是Excel Walkthrough function 是它里面的函数 函数里面的Large OK 然后呢 再把它放到这个后面就可以了 不过 后来发现这个方法 真的有点复杂 所以我就放在这里 请我们参考 后来发现方法2 比较简单 方法1比较简单 所以这边两个方法都放在这里给各位参考 如果你们将来遇到这种问题的话 可以自己在斟酌怎么用 比较简单 这个两个方法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OK 那有的时候 就要怎么去使用这个工具 我说真的没有标准答案 真的很多东西是你自己要想出一个方法 比较适当 比较恰当的去完成你的任务 然后又不会花太多力气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 所以这边放在这里给各位参考 那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如何再把VBA的部分结合进来 OK 我试一下这部分